要不要等待一下 因為可能沒有被歉記的好了 如果我跟他嘛 對 知道嗎 很驚訝 要接吻 接吻來跟進 安心的比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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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親不親 來 我台北電姐跟進華獎都入圍 我已經有一個很難得的 一生一次的經過 得不得獎 就像進華講的就是 運氣 不是 有 他有說到 他有說謝謝所有的演員 沒有沒有沒有 進華 我跟你們說一件事情 我對自己太有自信了 我以為我兩下都會上去講話 所以我 我寫了兩版 兩版感言 那張子憲在金馬那邊 第一段新演員的時候 我是特別講了 講了 一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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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話 給曾進華的 然後也特別講了一個話 是給我的家人的 但是在 歌曲的時候我覺得 因為有四個老師 然後 四個人 所以我覺得我必須把 感謝 著重在音樂路上的一些 重量的長輩們 所以你怎麼說是寫的 你怎麼看 我得了 這叫欣雲 我就跟你們 沒機會 沒機會 如果我上台了 然後我這個獎項 其實我覺得 他是屬於我跟他的 然後我覺得 沒有他就沒有我 就是我 我就講 我們這件事情 我跟他嗎 對 這樣 你知道嗎 這樣接吻 接吻 我覺得很真 很真誠的 進到你心 我 我 一共 我一共 我一共 過的時候 他是 第一個就過來拍我 然後說 沒事啊 然後我也在 就是在 邵勳跟王靖在台上講話的時候 我就抓著鏡頭說 我終於知道你去年的感覺了 但我今天其實我一直很不想影響到他的狀態 是 因為 我今天跟他講話其實沒有講太多 對 因為我覺得 有時候你上台如果你是一個入圍者 或是你參加什麼比賽 然後 你在很緊張那一刻我覺得 有些人是不想要別人打擾他 但就是有對到眼的話我就 就這樣 加油 我覺得外界的大家想太多了 就是他 只是 只是因為宣傳其實大家都有各個的事情要忙 他要去忙他的事情的時候 阿翰為什麼不能幫Birdy宣傳 那Birdy 阿翰感冒的時候 Birdy也不是出來幫阿翰宣傳 所以 就是 大家 沒關係 來讓大家去講 但是我們的感情我們自己也知道 了解 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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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